上午接近九點半 黎智英雙手被扣 遭香港警務處帶出家門 押上江行車 聽到被扣上罪名 黎智英不拔一語 僅撇了個頭 小動作凸顯 倍感無奈 為了帶黎智英 港警可是大陣仗 繽紛多路 多達兩百名港警 總動員包抄 蘋果大樓 起本肅殺 有港人形容這場面 簡直像在拍電影 又像是文革在起 分析港警佈局 上午九點多 將黎智英帶往蘋果大樓 進入辦公室搜查 直到下午一點半 才將黎智英帶走 更打包多達二十五項物品 我們希望盡早完成 不要阻礙傳媒機構 裡面的運作 都有警員 在財經組的辦公室 逐個座位視察 你無權守夜的話 真的沒事 有警員一度觸碰 座位上面的文件 被隔離拍攝的記者喝止 香港蘋果日報 形容這回猶如斬首行動 港警口頭上說 不會干擾媒體辦公 但實際上不但動手清查文件 更在外頭針對 壹傳媒記者員工 主意搜查證件與個人物品 香港記者協會痛批 根本是白色恐怖 香港警方指控黎智英去年三度參與反送中遊行 若以國安法規定 可能被判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罪行重大甚至是無期徒刑 暫力新聞 金屬會報導